狮子狩猎长颈鹿 非洲从林中的一群狮子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杀戮机器 合作 前行 完美的时机和敏锐的机会感在同步工作 母师包围和骚扰一头老公长颈鹿 他已经没有了年轻式的敏捷 强大的腿部四处乱踢 但对于狮子群的领袖来说 并没有什么阻挠 他的雄性力量将骄傲的长颈鹿降至地面 成为饥饿的狮子的坚实食物 这一幕边缘有猎狗和秃鹰观看 被机会的消息吸引 摆脱了母亲的照顾 五只年轻狮子必须自己照料和喂养 首先是一头巨大的长颈鹿 他拒绝被捕捉 狮子追逐长颈鹿跨越大片地形 慢慢地逼近 他们设法制服了他 为一群狮子捕杀一头长颈鹿 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将满足他们未来几天的饥饿 尽管母狮通常不会去烦恼成年长颈鹿 但如果有机会 他们会攻击他们的小长颈鹿 这头母长颈鹿能保护他的宝宝 免受饥饿的捕食者呢 他近利而为 但这个小家伙还不能自己保护自己 所以当几只狮子分散母亲的注意力 接近小长颈鹿时 对他来说就像儿戏一样 六只狮子围住一只长颈鹿和他的小牛犊 母亲拼命试图抵挡狮子一段时间 他设法将它们保持在安全的距离 直到一只母狮走到他背后 离他的视线 母狮扑向长颈鹿母亲的背部 然后爬向他的脖子 这一击使长颈鹿母亲奔跑 试图摆脱母狮 当母亲奔跑时 小长颈鹿被丢下 成为狮子中的一只容易捕食的狮子 其他狮子加入追逐母长颈鹿的行列 作词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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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兰